上面加上注解 这个注解后来我把它加上去 所以这样看应该看得懂 反正就是以后你自己要改成蓝色的话 那就是底下这一行 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范本 那拿来修改就可以了 以后反正套来套去就可以了 基本上我觉得你们初学者的话 尽量多累积范本 反正你范本够多的话 以后就拿来贴上去就好了 还有就Google大的结果 复制贴上也可以 大家更好 只是说Google的东西有的时候 不见得会完全符合我们需要的 不过至少也是一个参考 那另外就是说 这个东西怎么得到结果 其实各位可以从这边 上面有个问号 问号里面也有参考 这个官方的 当然你可以把关键字打上去 或者是说你不要偷懒 Fone上面按F1 打上去按F1 它会跳出 你要找什么是Fone物件 还是Fone的相关说明 你就按Fone物件好了 那里面有个物件成员 成员里面的话就有color 这个Fone它是把它当一个子物件 所谓的子物件就是说 在那个初生课里面有一个Fone的物件 它可以去帮你做任何字的大小 字的格式 这里面不是color 字的粗细等等的这些 还有什么这鞋体 true跟false 所以有个同学说 这不够underline这个也可以啦 有没有 你可以改一下就好了 把这个board改成这个underline 等于true不就好了 对 然后color这边也有嘛 对不对 那点进去它会跟你讲说 这是什么意思 上面跟你讲 如果你从头读到尾 你会发现你读不懂 它是什么意思 什么会传回或设定物件的主要色彩 好像懂 好像不懂 然后什么呢 可读的什么 Valent OK 那一下 这什么 对不对 所以有时候 它是用 它的叙述也没错 它主要是告诉工程师 因为这个是给工程师看的 如果你已经懂了它这些东西 你会比较容易了解 但是它就是一个很自私化的东西 那至于说它怎么去做 有的时候大概参考一下 后面也有类似的做法 不是只有在那个 那个什么 初春格 其实是正在什么图表 这个是用chart 就图表上面也可以做类似的做法 也就是以后 在那个 只要是在 Excel里面的所有的字型的颜色 要怎么去设定的方法都差不多 所以都是用这个phone color 这个我想可以提供一个参考 你记得按F1 Intel不知道 Intel按说明这里面也有 那找到什么 它的物件成员 因为就把它当一个物件 这里面的成员 那成员里面的当然也会包含什么一个color 或colorindex 这边都有了 OK 大概是这一些 另外还有有关RGB 其实它是一个函数 如果你不知道按F1 它应该会出现RGB这个函数 我要把它执行起来 这个里面好像 然后它会跟你讲说 会传回一个long 来表示那个 RGB的颜色 这个long是什么 其实就是一个长整数的意思 OK 就是一个整数的意思 里面的话呢 范围就0到25 OK 相关的我想就参考一下 至于就产生什么颜色 反正以后呢 你只要记得 跟颜色有关 其实我后来就跟各位讲 跟同意讲说 你干脆就记RGB就好了 应该就够用了 OK 好 这个部分的话呢 提供给各位参考 有这些东西 那boulder的话 比较麻烦一些 因为之前有一个同学 他其实非常认真 那他就是做了一些事情 其实在什么其他补充范例里面 也有一个范例 在云端白板里面 有一个就是其他补充范例 其他补充范例里面呢 入门的部分 有一个同学 他就是 那个这个 我用成清单式的好了 里面有个叫做宴会牌桌 刮符框线物件 其实呢 这个同学非常认真 他学了之后 他有一次就是 就是直接 寄了一个档案给我 他说老师我做完一个东西 因为他来学这个东西 同时都不看 不知道能够做什么 于是呢 他就写了一个 可以真正 做在他工作里面的 启动编辑 启动剧集 也就是说呢 他有个清单 刚好他是在饭店 他是饭店里面 然后呢 要帮忙安排座位的 然后他不担用什么方式做 结果他就写了一个VBA程式 这里面有两个按钮 一个是牌桌 一个是clear 那这个规则就是在这边 题目这里 理由这边 他写得非常详细 所以我后来问他说 那你这个可不可以拿来给同学当demo 我说他就OK 那做完之后你会发现 按下去 自动就排桌排好了 第一 好像就是第一桌 第二桌第三桌 只要有清单 就是 他那个名称 他是用假的 如果有真的名称 他来的时候 就可以直接帮那个 就是客人print出去 然后把桌号什么 甚至贴在某个地方上面 或者给亲友 有没有 直接 甚至他可以再print出去 就可以马上 哇 太专业了 但是呢 他不会一个东西 什么东西 就是做框线 他少了框线功能 就是说呢 他最后做完了 但是他不会把框线加上去 所以你要怎么加框线呢 其实 在这边我有提到一个 很简单的功能 就是说 如果你要加框线 我们刚刚是 我们刚刚的范例 是加了一个 这个叫 这个是他的程式 我们是在第几个呢 C的地方 Borders 在这个储存格上面 加了一个Borders 的框线 那我就教他 就说 其实很简单 如果以后 各位要理解框线 只要理解几个 这边底下的程式码 其实我大概 每个范例都会有程式码 那我就教他说 如果你要针对 你这个范围 你这个范围 去做格式化的话 第一个 你要把 刚刚我们是 Sales物件 改成叫Range 这个叫Range Range物件 后面你只要做几件事情 就完成了 第一个 你给我Range 哪一个储存格 到哪一个储存格 刚刚有B3到H13 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 你的线条 我们刚刚是Color 除了Color之外 如果你的线条 是要是实线的 还是要是虚线的 这边都有 你的叫LightStyle 它里面有个属性 叫做LightStyle 你可以把它改成这个 那它里面有虚线 有什么 其实蛮多了 那另外还有它的粗细 如果说你要 这边有四种 其中一个 最粗的 你就选这个 当然你可以 做其他的修改 其他还有像什么 把框线去掉的话 可以做这个 所以如果说 像刚刚的那个范例 假如说呢 我要把 这些功能加上去的话 就把这个什么 把这些复制起来 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 一样开发人员 把它从那个Visual Basic里面 找到它这个宴会牌桌 里面有个module 已经有了 你就把它贴上 如果说我今天要加什么 加实线的话 那你将来可以加四个按钮 那我直接在这边执行 很简单 就这么一行 有没有框线加上去 红色 红色出体 清除 没有了 就这么简单 OK 那至于就是说呢 比如说是 这个是实线 对不对 那有些同学说 老师我不知道 我要虚线 可不可以 可以啊 很简单 Light Style上方 记住哦 按F1 F1之后呢 它会跳出 Light Style的属性 对不对 旁边这个Light Style 点击下去 就会跟你讲说 这个是实线 就这个 那如果你要虚线 是这个 SXL 你用Ctrl-C就好了 然后做什么 把它贴上 把它实线 对不对 贴上 变虚线 那你想说 OK啊 试试看就知道 执行 虚线 有没有 那你想说 老师那其他 有没有 Ctrl这个应该OK 这个刚刚讲过 实线 还有很多 F1 点这边哦 特别这哦 主要关键在这里哦 如果你 这个不用背了 答案都有 所以要善用说明档 我怎么知道 说明档告诉我的 其实很多东西 我本来都不知道 怎么用 怎么做 还没关系嘛 我就去看那个物件里面的属性 它有说明 我就拿来参考一下 就OK了 所以你要看懂它的说明 并且会用上去 每个都会用 OK 那里面还有什么 这些啦 除了虚线之外 还有粗细 粗细的话 我怎么知道 很简单嘛 Bowder点位置 F1 这边一样有个超连结 点下去 告诉你 陶线最细的 然后适中 最初的是这个 但如果你要把它改成最细的 可以啊 选这个啊 Ctrl C 然后做什么 贴上就好了 这个 贴上 刚刚是最初的 把它改一下 执行一下 有没有 清除 这边再跑一下 OK 就长这样子啊 那框线的部分 我想 这个应该就够了啦 因为 那差别在哪里 特别注意哦 刚刚是在那个Sale 就是指的是 那个储存格 画框框 那这个地方呢 延伸出去了 变成一个什么 变成一个Range 一个范围 那也就是说以后 如果你要做什么格式 你只要知道 头在哪里 尾在哪里 范围就画出来了 那你再把它格式化一下 就OK了 所以有兴趣的同学呢 可以把这个宴会牌桌 这个范围 调出来 然后我刚刚的程式嘛 其实都在旁边哦 有没有 你可以找到那个 其他补充范例里面的 那个宴会牌桌 入门的部分 那这边有一个 那个他的范围档 还有一个程式嘛 OK 好了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顺便补充啦 因为刚好同学 我觉得他也蛮认真的 他真的就是把他的所学用在 他的工作上面 他里面的话 那他你有兴趣的话 他写的东西 你可以把它看一下 稍微有点复杂 不过他应该也是在 上了很多周啦 应该不是今天才第二周嘛 他应该是在 已经上了快结尾的时候 才有办法做出来 当然前提他本身也不是咨询人员 所以他可能来学的时候 是也是跟各位一样 是也没什么基础啦 不过他能够做出像这样的一个结果 我觉得对他非常肯定哦 应该他花的时间 应该可能比上课的时间还更多啦 也许他还反复反复在思考 不过他最后就缺了一个 那个画框线不会 所以框线部分 今天跟各位讲一下 那这个部分画框线 我有举了反正就是 第一个线条是实线还是虚线 第二个是颜色是什么颜色 第三个什么粗细 第四个是把它清除掉 那应该也够了啦 我想将来你要做一个报表 要输出这些大概就够 至于你要在自己在细节上面变动 你就是在 看你要哪一个Sales也可以 Range里面的Sales在变动 我想这样做出来的那个 报表里面的表格应该也够了 你要再变化 不够没关系按F1 F1里面参考里面的更多细节 它可以千变万化 所以其实物件里面到底在了解什么 最重要就是了解它里面的属性 你要去怎么赋予它新的值 而去变动它 这个其实就是最重要的精髓 所以物件里面的物件成员 就叫属性 属性做什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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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